另外永峰于花莲职场被报违法排放废水 检方环保局在今天到场区勘查 不过初步检验水质都是合格的 花莲地检大动作带队 和环保局人员到永峰于花莲职场做击查 看看这些到处设置的管线 最后楼到哪去 是否这级埋放岸管违法排放污水 检测温度33.3度 自己排放好的水质做测量 测的水温和PH酸减值7.7 都在标准范围之内 只不过细项包括脸 铅 铜等 氢离子浓度指数 是否超标还要等待化验 我们今天主要是先确认一下 整个流程而已 详细的还是在那里 看看污染前后 原本清澈河流 现在却成了这副模样 不止颜色变化 还有排水造成的气味 让附近居民苦不堪言 下雨 常下雨的话就会闻到 因为它通常在下雨的时候 就是半夜的时候 闻起来是头晕那个肺不舒服 通常是在晚上的时候 比较有明显 闻到的时候还是会很不舒服 但永凤语表示 水流变色是因为 自然有金木头原色影响 我们在第47年 我们所有的员工 所有的眷属 都生活在那边 我们怎么可能去污染 结果业者一再澄清 表示自己并没有违法 第一波追查也还被查出端倪 但为了求真相 跨链地检署着手进行调查中 也不排除约谭勇 工与董事长来做说明 TVB新闻李光盛 吴怡林跨链报道